大家因为世界棒球经典赛又再度燃起对国球的喜爱 在这次出征比赛当中 投手教练就是戒掉奇力珊瑚城邦队的谢成勋总教练 有这次这么好的表现也是他的努力 17号上午台东县政府特别举办记者会 除了感谢谢成勋教练的努力 正次更要率领奇力珊瑚城邦队 参加2013年全国甲组城邦的系列赛事 县长黄建廷以及红珊瑚集团董事长洪明利 也为球员们加油鼓励 那台东感到非常的骄傲 这一次我们能够打进八强已经是历来最好的成绩 中华队里面有八位选手 是我们台东出身的子弟 再加上总教练本身也是我们台东的子弟 所以台东在看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时候 又特别有一份很特殊的情感 台东一直是棒球很多好手的摇览 培育这些好手的摇览 那我们有很辉煌的棒球的传统 一直到今天我想中华职棒里面 台东出身的应该还超过20位吧 那明天我们的球队就要即将要启程 再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那我在这里要祝福我们起立桑湖城邦队 能够有更好的成绩表现 也要再次感谢黄董事长 因为起立桑湖在台东 那不但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很多的商机 那也这么用心的在做回馈我们社会的工作 尤其是任养这支球队 这个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整个棒球运动的发展 有一个很关键的这样的力量 好多人在问我说 你接下这个棒球队的时候要是应付一下 还是可能一年半再的我会把它推掉 总教练你记不记得我上次在台北吃饭的时候 我讲过一句话你记得吗 我讲什么话 你不理我就不气 记得吗 记得这一次我跟你们讲 我来接下你们不是应付的 我觉得我还是荣幸的 会中特别进行了赠送球团加菜机 以及幸运花环还有授起仪式 我们上交给我们的谢总教练 他们要出征要出发参加比赛 其实这次出于比赛 都是有带着一些为了台湾的棒球 还有一些喜爱棒球的那些小朋友 因为前阵子有一段时间 台湾棒球有一些低迷 但是总教员都会跟他们讲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 前途未来打拼 那是最重要的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真的谢谢 我只有一句话 谢谢红统还有县长 谢谢 真的谢谢 台东甲组成棒历经两年的筹划 克服经费等等困难 终于在民国100年12月16号成军 在民国101年也参加了全国成棒年度大赛 在27队参赛队伍当中 更荣获了第6名 让大家为之惊艳 也证明了台东的棒球不容小觑 这一次台东奇力珊瑚成棒队 将代表台东参加国内不少比赛 将在3月底首先出征 全国成棒甲组春季联赛 另外几场赛事 也将会看到台东甲组成棒队的身影 希望大家多帮奇力珊瑚成棒队加油鼓励 东台讯文部放在里面的次锋报导